男人开始衰老的七大迹象 只要没超过三个 就说明你还是很硬朗的 第一点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肚子会越来越大 很多的男人感慨 人到中年的标配就是 肚子变得越来越大 大幅变变的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男人的基础代谢已经在减慢 新陈代谢越慢 热量的消耗越少 热量转化的脂肪就越多了 第二点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脖子它会越来越粗 对于男性来说 两个地方特别的容易长肉 一个是肚子 另外一个就是脖子了 如果脖子很粗 直接导致了后果就是 咽喉部变得狭窄 所以脖子粗的男人 往往会打寒特别的严重 甚至会出现呼吸 睡眠暂停的综合症 第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睡眠变得越来越差了 年轻的时候只要想睡 马上就能够睡着 睡眠的质量特别的好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睡眠的质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差 想睡却怎么都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了 睡到半夜又早醒了 糟糕的睡眠质量困扰着很多的男人 不是因为病了 而是因为衰老导致的 第四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耐力变得越来越差 年轻的时候耐力特别的好 主要体现在运动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耐力也是变得越来越差的 由于身体在不断的走下坡路 运动也不像像 运动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 那么随心所欲了 第五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房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差 这应该是男人衰老最痛苦 最自卑的事情了 很多的男人都是难以其次 年轻的时候 即便房市很频繁 也丝毫不会觉得累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的体力跟精力都很充沛 而且即便是累了 也很快得到恢复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耐力的下降 加上身体的修复能力 也会变得迟钝 所以男人常常会有 力不重新的感觉 第六呢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肠胃变得越来越差了 年轻的时候呢 肠胃特别的好 冰的 热的 硬的 软的 各种高热量 高脂肪的食物 辛辣 刺激性食物 随便怎么吃都行 肠胃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 肠胃就会变得越来越差了 可能稍微吃一些刺激性 而且难以消化的食物 肠胃就会变得特别的不舒服 衰老的 衰老让肠胃变得格外的敏感 再加上肠胃的蠕动能力变差 所以容易出现腹痛 便秘 腹脏 食欲不振 等等 第七呢 就是 学习的能力和记忆力 都会变得越来越差 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 当衰老 当衰老来临的时候啊 大脑的衰老就会变得 不可避免了 很多的男性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发现 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都变得越来越差了 无法静下心来去看书 学习 要强记某一些东西都是非常困难 更糟糕的是 出门健忘 出门忘记回家的路 别人说过的话 转身他就忘记了 静在身边的东西 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严重的就还会忘记亲人 或者是朋友的姓名 等等这些 以上几个就是男衰老的迹象了 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咯